HELLO 大家好 港股已經是年旦第二日 今早上升超過200點 又再升上28,000點 我們看看今早恆子的走勢 見到恆子今早高開69點 報27,889點 之後A股方面上升指數回到2700點以下 恆子升幅都曾經收窄 只剩23點 低限27,843點 不過之後A股就回升 港股也是重拾動力 升幅最多擴大到287點 高限28,106點 見到半日成交有435億 我們看看恆子中午收市表現 恆子升267點 收報28,087點 事與國子中午升114點 收報10,088,16點 馬上找來今天的嘉賓王偉浩 和我們一起聊聊 Hello Raffi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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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到港股今早走勢不錯 差點就以為它會轉跌 怎知之後又那麼厲害 咬腰就升多了些 A股那邊見到戶心指數 都齊齊升到超過1% 其實港股短期反彈動力 還夠不夠 當然我相信 暫時來說 A股能夠再彈多一點 的確對港股的反彈性 會是有些大動的 但是留意一下 暫時我都覺得 所謂向上市也好 都是叫一個反彈為主 因為整個大的方向 其實沒什麼特別大的改變 不論你說貿易戰的發展 其實還要留意著兩邊的進程 特別接近9月初 特朗普那邊都會就著 2000億關稅的調升幅度 是真的做過 即是智商完結的 看看是否真的打下去 而來A股剛才看到 雖然今天彈彈一點 但是你說 現在能夠保持到 向上市的一個格局 這個就要再提 而特別關係到人民幣那邊 所以我覺得 如果人民幣還是貶值的話 無論整體來說 對A股也好 港股也好 其實都會有少許拖後退的現象 所以暫時我覺得港股能夠 能夠確立企溫兩萬八的 可能短線這一陣 可以試多幾百點 大概十天二十天線 兩萬八千三這些位置附近 但是破不破到這些位置 或者還可不可以向上市 暫時這方面就比較有些保留 反而後市來說 要一旦才提到 譬如某些戰友轉差 人民幣都繼續偏弱的話 我相信港股穿下市下去的 機會性都依然比較大些 所以我覺得暫時港股的看法 都覺得是借勢反彈為主舉多 我看到有觀眾 Kalvin想問一下 如果今天企溫二萬八 還可以向上望什麼位置 剛才Rafi說二萬八千三 但是觀眾說二萬八千七 到二萬八千七百九十九 就是一個小熊的重貨區 他覺得可不可以攻破 Rafi聽你的語氣 在某日戰底下 是否都很難短期可以上回這些位置 當然如果以牛洪政的街坊分部來說 特別是現在的重貨區域 在再高一些的位置 其實是不出奇的 但是你說會不會借勢所謂向上打完它 或者才再下 當然要看一看就是 接下來向上突破的動力先 因為始終現在看上去 剛才提到第一個關口 十千二十天線 而破到這些位置 可能到時如果成交還是比較夠的 可能才有機會再試高幾百點 因為畢竟現在過去這段時間 其實有廣股雖然叫做隔不中彈那一下 但很多時候向上彈的時候 其實成交都比較低一些 反而你說上星期再墊下去那一下 其實成交是再放大 除了以成交不是特別強的話 我覺得反而比較難再向上 去虧到這麼高的水位 好啊 大家可能都要關注著貿易戰 和成交方面的走向 那我們不如和Rafi看看內房股 因為見到觀眾 都在問你33333恆大怎麼看 因為見到今早最佳藍醜 兩隻都是內房 碧桂園2007和中國恆大3333 昨日收市之後 就抹著發了一個型起 中國恆大就預期中期純稅後正利潤 按年是增加超過1.25倍 恆大的股價今早是列口高開 之後升幅擴大 並且升穿了100天線 創了近兩個月的高位 中午都升超過1.3 去到23.65倍 事於碧桂園2007就說 在可確認收入的物業增加 以及這些物業的平均售價 還有毛利率增長之下 預料中期純利會增加不少國五成 見到碧桂園中午都可以升到超過4% 收報11.36倍 Rafi 中國恆大之前就算慢做回購 其實都幫不到股價很多 這次借著盈起去反擊 一句升穿了10天、20天、50天和100天線 其實它的盈起是否在預期之內 而它降負債 算不算是最令到投資者覺得放心的項目 但我覺得這樣說 今天回來其實兩隻內房都發了營起 恆大逼桂園 當然回到星福上說 今天恆大就相對真的誇張很多 但是我覺得說真一句 你說無論營起的一個可能性 就是大家各自半年升級也好 或者有些什麼的 譬如降負債也好 等待因素也好 其實整體預算了這次半年業績 其實內房表現 盈利那邊一定不會特別差的 因為始終以現在其實這半年的盈利 其實都只是反映著 譬如可能去年那些預售銷售 那些賣樓表現的入帳因素 所以變相在去年 無論恆大也好 或者整個內房板塊 其實賣樓也這麼強的話 其實預算了這個半年也好 或者大肯定說 可能今年全年業績也好 其實預算了也不會太差 就是慢慢入帳 所以其實我覺得今天 只不過是因為過去那一陣落得太多 今天就叫借勢做一些 所謂的小報復式的反彈 但是以後市來計算 始終我覺得還可不可以再上 或者還可不可以有一個 比較大的攀升空間 真的看回大家怎麼看這一間內房 因為特別近期一些 這麼多都是在怕 就是那個可能流動性 就是收減問題 可能之前有的個別項目 都會出事 這個大家都在怕 就是會影響之後 給下半年的銷售 而這個是什麼問題呢 如果接下來下半年銷售的影響 可能對下年的營利表現 會有比較大的拖累 所以預算今年表現 不會有那麼差 但是下年來講 其實營利那邊 是不是還可以更強呢 這個有些保留 所以暫時的房間看法 我覺得都是比較短線的 可能借勢反彈還主要 會好些 那今天其實恆大升了這麼多 中午升了一乘三 那麼多 會不會是升得太多了 短期會不會有些回吐呢 因為看到觀眾 Malfun Lee 他有一個3333 在手 還說他在20至21元 是拿了重貨 他就想問Rafi 你什麼時候走 現在還在賺錢 是 這樣說 當然沒有貨 我覺得就真的 不要考慮了 現在有升那麼多 但如果本身有貨 我剛才提到20至21元的貨 那麼重貨的話 當然我不知道 你這一陣子 真的這麼低 有什麼撈到 還是之前很久 之前買下 捱了很久 才回到上來 所以公民論點也好 我覺得這種這麼重貨的話 借著這一陣可以彈一下 其實考慮吃這些糊 都可以 即使他不想走光 可能你走一半 或者走三分之一的貨 這樣會比較好些 特別我覺得你短期看一看 24元的貨 可不可以稍微試一試 如果去到這位 我覺得不妨考慮吃一吃糊 這樣會比較好些 好 不如再講一下2007 因為觀眾 Lai Sheng Lee 想問現價可不可以入貨 但其實碧桂園之前 有些工業意外 其實是否也對於這股份 會有些戒心 還有之前見到管理層 出來道歉的時候 CFO還說 現在股價在低位 如果不買的話 就說你一定一年之後 就會後悔 那Maffey 你怎麼看 當然是一年後後不後悔 真的一年後才知道 因為剛剛提到一點 都在怕 就是離開銷售影響 可能對下年的盈利也有影響 其實變成了以後這樣走 可能就真的未必會特別後悔 所以這個真的要先看一看 但是以短期來說 當然他也是今天的刑期 而刑期來計 其實剛才也提到一點 就是反映過去這半年 或者去年賣樓賣得好 進入了將來的因素 但是以剛才你也說了一點 就是碧桂園 始終近期面對的不確定性 是比較多 特別是項目的問題 是 變相我覺得暫時的看法 都比較有戒心一些 我覺得都是藉著一些 可能營氣因素 短線可能有得打彈的 可能有課記未考慮 就先走 特別看上去來說 可能試試近期跌下來 那一陣之前的環區 甚至乎都是去年 三季的環區 大概是12.5元 在中間的位置 做短期目標 大家可以留意這個位置 我們看完內房之後 不如和Rafi看看銀行股 因為看到有觀眾都在問 昨天公佈了業績匯控 今早早見到都要回吐 中午收市跌0.1% 就在72.5元的位置 而亞仔恒生 就反而越戰越勇 今早早升超過4% 收市就升近4% 去到3.5% 在213元的位置 曾經都挑戰歷史高位215.6元 去到214.5元的位置 至於中銀 我們都看到 升穿了10天和20天線 股價是創超過1個月的高位 其實大家照理 可能都會覺得 恒生的股價動力大過大象 或者都會深思思寧願高追恒生 都不會怎樣理會控 不過德銀就反其道而行 見到他繼續叫沽恒生 反而就繼續持有會控 德銀就說 恒生上半年業績強勁 但預期今年剩下的時間 盈利是會回軟 主要是受到資本市場轉弱 和存款業務競爭激烈影響 又說 恒生現價市漲率已經達到2.4倍 市盈率18倍 估值繼續昂貴 所以雖然大升了恒生目標價 由169元升到190元 但都只是190元 見到恒生現價其實都200多了 所以就被恒生沽受評級 至於會控 雖然德銀就將他的目標價 由75元調低到73元 但就重新回會控持有評級 說會控上半年成本表現比較弱 收入增長率和支出增長率之差 是-5.6% 相信會控為了達到全年收入增長率 高過成本增長率的目標 下半年成本增幅將會減低 而會控的收入亦都將會繼續受惠於淨利益息收入的增長 Rafi 德銀就叫人沽恒生 保持著會控 部署上你和德銀的看法有沒有不同 這樣說 如果以本身可能是有貨在手 我覺得其實恒生來算都可以繼續叫持有 因為雖然我很認同德銀所說 就是股值沒錯是比較貴的 就是記錄成兩倍多 但是真的以整個剛剛過去的終極業績出得非常漂亮之餘 亦預計本身它的業務比較本地銀行業為主 相信接下來下半年一來受惠加息因素 而始終本港銀行體系比較穩健一些 所以其實中長線是OK的 所以有貨在手 我覺得不妨繼續拿著它 看看股價可否慢慢上升之餘 可能就收下息 但是當然沒有貨現在才追恒生 那我就很同意分擔所說 其實就不太吸引 因為剛才提到的一點本身股值很貴 反而如果沒有貨 說到中線的直播空間 我覺得匯豐其實都有在 雖然大家剛才都說的 特別是行業績之後都記得了 就是很多行業或者很多市場看法 都覺得匯控成本控制好像沒有像中那麼好 特別是成本的增速按年是比收入更快的增長 令到昨天之後股價反覆一點 今天回來也是 但是其實見到一點就是 個別季度來講第二季 比如第一季已經慢慢改善 甚至管理層都有信心 就是全年是可以扭轉 所以我覺得這番特別匯控股價 都在這些低位裏面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些直播空間 再加上本身它都有一些 即是五厘式的收息運載 所以本身如果沒有貨 那我都很同意 如果現在選擇 我覺得匯控的直播空間似乎比較好一些 好啊 如果是的話匯控方面 有觀眾就問問會不會跌穿70元 那會不會真的跌穿70元這個位置才吸納 還是Rafi你覺得不會跌穿70元呢 當然你說會不會跌穿70元 一方面好看整個市場怎麼走 即是如果港股是再要試下去的 那始終匯控還是成本股最重比重的那隻 所以都預了這樣走 有機會可能試一試70以下是不奇怪的 但問題在於70元和現在72元 其實差那兩個多 以回百分比上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低的一個幅度 所以我覺得其實如果以回中長線 來收下息的 其實那個分別我自己覺得 就不算太大了 但當然了這一刻買了 又不要希望明天可以升到 這個是預了可能要守一下的 但中線來講有一些收息的話 相對匯控的直播空間 都會比較吸引一些 大家可以留意這隻5號仔 但有觀眾已經有恆生在手 看到觀眾Crab Yen在206.2進入了 想問Rafi你可以上網多少 看到其實今天恆生的股價 都曾經高見214.6 都迫近歷史高位215.6 你覺得可不可以破頂 以及如果上網的話空間有多少 當然剛才提到一點 本身如果有貨 特別是很久之前持續 就繼續不用管 可能是中常才持有 但如果聽這位觀眾 可能206元買 我相信有機會 可能這一兩天 叫做在之前低位罵一罵 如果以取態上來說 我會覺得它應該 可能是想短線捕捉多些 所以短線來說 我覺得特別是恆生暫時的勢力 是挺強的 你可以看一看 以之前的頂頂 215.6 做短期目標先 如果能破得到的 可能才再看高一點 如果不能破得到的 可能去到那些位 可能差不多10元 考慮成功離場 好啊 我們看完銀行股之後 不如跟Rafi談談 一些新鮮出爐的業績 看到收租股 就中午後 中午的時段 就公佈了業績 看到九倉置業 1997 半年順利是升超過一倍 去到1801億元左右 派中期息就1.05元 期內核心盈利就增加8% 去到大約50億元 看到海港城的零售銷售增長 就是組合入面的最多 增長大約3.6 去到186億元 是創了新高 海港城對於集團收入貢獻 達到6.3元 營業的盈利就達到7.2元 海港城的營業模擬率 達到89% 看到海港城商場的收入 和營業盈利都升了1.5元 平均現時租金都上升1.4元 去到每方尺就月租487元 另外 其實稀審都公佈了業績 半年順利是30億元 按年就升超過3倍 派第一次的中期息就有27仙 期內經常性的基本日利和基本日利都升超過4% 去到12億8千萬 而上半年的營業額就升近7% 去到超過19億 Rafia,你又覺得這些收租股的業績 你收不收貨會不會容易呢? 當然初步來說 特別是犧牲和糾紙 雖然大數好像增長很誇張 其實兩者來說都是一個共同點 就是公穩值的變動 令到這次營業大增 但如果撇除這件事 其實基本日利來計 其實兩者都是一個單位數的增幅 其實都反映和市況相近 就是一個比較穩定的增長 我覺得其實以他們本身的企業商場 其實主打的當事都是偏向中高檔 其實雖然大家可能覺得 跟那個經濟敏感度會不會高一些 有些擔心就是接下來 例如下半年 會不會就著貿易戰因素 而對這些商場的影響 但其實我自己反而覺得 就未必太負面的 因為其實以過去曾經經濟不好 其實你可能走海港城也好 或者是犧牲趕場也好 其實人流都沒有特別少到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的盈利表現 應該都會繼續比較穩定一些 所以中線的部署 其實九至我覺得值得考慮一下 好啦 那大家記得去看一下 如果是的話 你覺得現價已經可以吸納 還是要等他再找一個時機才再買呢 當然暫時來說我覺得可以看一看 接下來短期五十六元邊這個位置可不可以站得穩 如果五十六元這個位置得穩 我覺得都可以慢慢考慮一下 特別中線來說你看他破60元之後 我覺得可以回到大概六十三元樓上 做回目標價 好啊 Rafi 我們講完收租股之後 不如就看看其他觀眾問題 看見觀眾問460元 四環醫藥 觀眾吳彥就問這隻四環醫藥可以升到多少 看見其實今日其實都可以升到超過2%左右 現在是1.54元左右的水平 我覺得暫時四環或者醫藥板塊其實未必 當然中長線其實不頑 但短期來說很多時候守回兩隻龍頭 股值比較高 近期整個板塊比較波動 所以你拿著四環我覺得可能小心一點 但特別短期來說 看一看上去看看可不可以試回過六樓上 如果破得到過六樓上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看到大約超過八度 做回比較中短線的目標價先 好啊 大家看著過六和過八這個位置 我們不如再看看另一條問題 看見觀眾就問賭股 有人就問2.282美工匯 看見今日都可以在16.28這些位置升超過1% 觀眾就想問他在17.7買了 好啊 現在應該是止蝕還是拿著等下呢 暫時來說都可以再拿著 因為始終好在它出了業績 因為其實之前那一陣子 其實整堆的博彩股 出現業績反而的價格普遍都一般 所以你說前一陣子可能就在業績之後 其實都反覆下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都消化了這些因素 所以變相後市來說 未必即時再有一些新的 可能沽壓或者太大跌的空間 甚至乎以它買入價來說 其實跟現價比大概差一個多人之多 我覺得又未算是挨壓得太多 所以我覺得可以等一等 看看有沒有機會當美股銘的股價 可以試回上埋的16.8樓上 我覺得近一點點的買入價 可能才減一減磅比較好些 好 大家可以留意 今天好多謝Rafi和我們解答各位觀眾的問題 想問Rafi你有沒有持有以上提及過的股份 都沒有持有的 謝謝Rafi 亦都多謝各位觀眾的問題 我和大家先看一個停牌消息 見到港鐵宣佈下午是停牌 以待刊法內幕消息 見到66號港鐵停牌之前是42.8 升百分之0.5 我再和大家看看 恆子在下午開市之後的表現 見到都可以升到大約280點左右 在28,100點左右的水平 今天吳施博契就和大家講到這裏 下午4點半收視有見再見 拜拜